是我们与这个红瑞英女士谈了这个宝格亚三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最主要会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一个大巴沙 这大巴沙里的故事还是蛮多的 你不能看它是一个巴沙 但是里边它集结了很多的这些商户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顾客去购买他们的商品 那么它不仅仅是表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买方与卖方 两方面的一个经济和经济上的互动 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这个大巴沙所承载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对啊就感觉那里的人生活中心都在这个巴沙上 你吃东西在那个巴沙 你买东西在那个巴沙 你生活在那个巴沙 而且刚刚我还读到这个一个那里的一个趣事 他们就是因为太平那里老是在下雨嘛 所以他们一个活动是读语 对就是读今天有没有下雨 然后也是在巴沙里面读那个下雨的 就是通常会有十几个人在那边读 然后人多的时候还有百多个人聚集在那里读语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观 这个事情还是蛮能够读语的 来个人人够下雨就可以了 我好像我们在线上有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是YB正国林先生 他也是行动党的霹雳的宝格亚三区的州议员 早上好YB 早上你好 主持人你好 对是 我们呢 我借这个机会跟听众们说的早 早安 是早安 大家都早安 您早安 我们今天想谈一下就是您的这个选区 刚才呢我们也就是采访了马华这方面的像一些人 包括这个马华太平区的这个主席 洪瑞英女士 从而就是其实得知了这个区域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状况 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好像有一个大巴沙还是蛮著名的 那么这个围绕这个大巴沙的这些民生课题啊 或者是政治课题还是蛮多的对吗 对啊 那个就是啊 本来那个采平区里面的大巴沙都对 对对对 是 之前就是大巴沙说要翻签 嗯 翻签问题就是旧的巴沙要改成那个 就是巴沙生意 嗯 然后新的巴沙 翻签 可是到目前为止 根据市议会的计划 那个巴沙 翻签的计划 都还未正式的事情 嗯 只是还在初步的 啊 一定 一定 嗯 图辑方面都还没有 还没有 都还没有 拟定 嗯 所以这件事情我记得就是 我之前读过的一些新闻 呃 想把这个大巴沙搬迁 搬迁到另外的地方 这个地方要建一个 历史博蓝馆是怎样子的 对吗 然后这个建议是马华同意的 还是行动党同意的 我记得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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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这个是说 啊 啊 之前的计划是在国阵 国阵自政的时候 嗯 已经拟定了 啊 嗯 然后到啊 就在2009年 这个啊 明年 明年自政 嗯 十个半夜嘛 对不对 嗯 就在那个时候又重新有提起 提起啊 明年的政策是这样 就是说 要以要看人民的 人民的反应是怎么样 嗯 可是还来不及 办这些东西 就啊 就夺权事件又发生了嘛 嗯 就变成国阵又自认回了 嗯 所以这 到目前为止 这个就变成一个 争议性的课题 嗯 可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这个巴萨搬迁的问题 还是要得到居民的认同 嗯 毕竟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到 我们太平市民的生活 每日常生活嘛 对不对 嗯 嗯 所以 我认为啊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得到居民的认同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穿商 穿商那方面也是要有一个啊 要有一个共识啦 嗯 所以现在就是 呃这个问题是呃就行动党这方面 或者你你你这方面的一个意见就是 呃 不不太打算把这个巴萨 不太同意把这个巴萨搬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 对吗 嗯 呃 我认为假如是说搬迁的话了 嗯 现在呃 旧的巴萨的地点是非常有策略性的 嗯 嗯 对不对 呃 我 我本身方面 就是认为如果搬迁新的 呃 就是说 新的巴萨可以再建 嗯 可是旧的巴萨 就不能就 我就觉得不 不应该完全关闭了 嗯 不适合搬迁是吗 对对对 可以说是这样 是吧 啊 然后旧巴萨也是一个 古古古老的建筑物 嗯 在在目前可以说已经是严重的世修 嗯 今天早上的星州日报都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屋顶又飞了下来 哎呦 屋顶飞了下来 那是 新板啊 新板 哦 飞幅刮了起来 哦 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市议会应该要做的就是重新重新维修这个巴萨先 嗯 不然的话整个建筑物就好像就在处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 嗯 看来这个嗯巴萨其实是议会这方面会许有他们的考量 因为你看这个巴萨正好是集结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个药带 嗯 而且在占地还是蛮大的 呃 那么市议会也许他不有利于整个城市的一个建设和发展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想把他搬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但是做作为普通的民众来说呢你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又不是很方便 一是比较远了第二呢这个大巴萨就像是我们刚才也得这个大巴萨的杀是1887年对吗 嗯 很早很早之前就这个大巴萨已经是百一百年了 是超超已经有百年一百年的历史了 对很早很早之前就见了这个巴萨 而且周围生活的民众都是对他有文化情感在里边的 而且很多的相信您或者是刚才我们呃跟这个连线嘉宾洪女士来说从小都是在这个周围生长的成长的 对所以对他是有这种情感在里边你要把它给拆了他不仅仅是这种呃距离购物方便远近的问题同时他也是情感连接的问题 所以我是说应该是要提升 嗯 我们的建议是说提升 假如他是一部分一部分要把它改成那个艺术文化 艺术文化巴萨 嗯 也无所谓 嗯 只是说要一个完整的规划 完整的规划看人家怎样提升了 然后把部分当作是艺术文化巴萨 嗯 然后那些就就卖卖菜巴萨卖卖水果巴萨卖鱼巴萨也是要造就一部分 嗯嗯 是 这样就这样他的影响就不会这样这样大嘛 嗯 是可以可以更好的去提升他哈 再多一些呃一些维修和建筑 对 把他能够推出一个品牌来 对啊 嗯 也是旅游的一个重要之地 对啊 我们也希望说他这边也一部分会提升成为一个艺术文化巴萨 就是会提升我们太平的旅游啊 吸引游客嘛 嗯嗯是 嗯嗯 那这个巴萨呃除了他半天的问题 可能里边他也有一些问题啊 里边的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红女士说里边有两扇门对吗 这两扇门被事业会给堵住了 呃这个门是就是沟通 呃卖米呃卖肉 还有里边有一个沟通的渠道 但是是又会把它堵住了 刚才我们问堵住的原因是什么 是原因说是呃认为这个 这个要要把其他的这些食品跟卖猪肉的分开 这是我们得到的这方面的讯息 不知道准不准去啊 啊我看啊 刚才如果是有关这个门给堵住啊 给关了的关闭了的门 嗯嗯 这个不是另外一个巴塞 这个是宝克亚山 啊是另外的一个 村它们是泰平 而是四季里面的巴塞 这个是村里面的巴塞 就是啊这个问题就 一都全五届大选过后 这个问题都重复的在发生 嗯 然后很不幸的话就在我接任之后 就市议会就 啊严厉的自行 就把它就 关了起来 关了起来 主要是说要把那个 卖猪肉的给隔开 但是经过我们的卸商之后 市议会是说有打印在旁边 有做另外一个通道 做另外一个通道 但是到现在 他们都没有去执行 这是令我非常的不满的 那我们在想 就是刚才您说了这个描述 也是蛮让人反思很多的 为什么就是在您上任之后 这个市议会就把这个门给堵上了 本来就在我们 我还没上任之前 我也是行动当 借手嘛 就在这之前 他们都有这样的建议 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建议 就是说 就好像说把那个 卖猪肉的部分 要被它割开 对不对 然后就在 在我接任之后 就 就 就 市议会就严厉的事情 说一定要把它关掉先 然后他们会另住一个通道 其实 其实那个巴萨 它是可以走过来的 只是说少了一样两散门 就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都还是不能完 没有一个完整的处理方案 是 然后我们方面也是还在争取 还在争取 看怎么样把那门重修 重新开了 还是 有一些改善 看怎么样改善 因为两边都面对问题 现在 因为 卖猪肉的时候 人 另外一边的人走不过来 然后另外一方面 卖菜的人也说 买了猪肉 买了猪肉的人 他也不能走过去那边买菜 就是双方面都有损失 是吧 是 其实也挺 因为刚才你看我们也跟这个 就是洪女士聊了 他说一开始是马华在任的 就是马华在当这个就是 之前的时候 周议员的时候 他们一直又 因为是议会当时就想把这个门堵住 然后 洪女士说 马华就一直从那反抗 然后一直没让这个事业会把那个门堵住 然后之后 之后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很无奈的是 就是 就是您上任之后 这个门就被堵住了 如果有关这个问题的话 我是认为这样 OK 之前马华的 马华的周园 在本期的周园 他是一位行政员 我认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 可是他们是 治标不治本 他们没有在政策上去把它去改 为什么那时候他们是做行政议员 市议会都已经有这样的要求 他们只是说暂时性没有把他这个要求正式执行 然后没有从政策方面去改善这个问题 所以是拖拖拖到 要变成假 目前还是我 我是算是在野党的走远 在政策上我们要修改这些东西就有点难度 他们反而是在做行政议员 为什么他们没有行使他们这种权利 把这个政策就给他改掉 我认为假如要说是谁错谁对的话 我认为假如是说这样的话 应该是全任的行政员的责任会更大 他的行政权他都在手上 他都没有去行使他的权利 去把这个政策给改掉 这方面是也有就是这些考量 一方面就是 就是我们也知道国阵的这个组成 不同是一党独大 那么其实如果是马华 他们也有他们的头痛 对他们有他们的头痛的地方 他们在做行政权的时候 他们应该要行使这个权利 把这个问题根治 就把现在是说 不是说暂时性不自行 只是应该说要研究一下 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要有怎么样最好的解决方案 反观我们现在我们是在野党的 我们的责任我们主要是监督 监督自政在朝的自政党的 他们的他们的行政 我们是我们的责任是在监督方面在做 那么如果是就就目前来说 这扇门的话 YBA就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现在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吗 还是你有怎样的一个想法 现在提成给市议会了 让他们再做解决 其实市议会方面 他已经已经是之前是已经打印说 他会提在旁边那条道路 就是会提升 提升的话就是说 他会加那个物顶 加物顶就是说下雨天的时候 人家要走过来 要进处的话会比较方便 不会临时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在跟进 他们还没有去执行这个承诺 明白 一直在跟进的 但是还没有在做 因为之前市议会主席已经是打印了 是 想知道一下 就是YBA在就是这个周一席做了 是08年还是13年初开始 13年 13年到现在 第一届 第一届 三年左右的时间 你感触怎样 感触方面 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 对 就是有一个服务的心想出来竞选 然后中选了就不必须履行我们的责任 好 就在选期方面还好 我们的支持 是非常的早 然后我们在工作方面也蛮顺利的 是 结果几乎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就是民生问题是吧 或者是民众遇到一些问题都会找您来解决 民生问题肯定是有啊 陆陆陆续续都在都在都在一直都有 就是好像说卫生问题啊 垃圾水沟阻塞这些问题 我们都会一一处理 但是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位周一员 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在这方面而已 当然当然那些口述我们都会处理 对 我们不是说OK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这个是工作的一部分 对 民生问题肯定是要处理 然后我们我们更大的责任是在监督方面 监督州州州政府的行政方面 嗯是同时也是这个州议会的立法方面对吧 啊肯定州议会的立法啊 嗯 对 对那么呃呃呃那您您对未来未来马上大选也许是在2017年也许是在2018年呃有什么样子的展望 我们都也感觉到现在这个选民的民众的情绪还是比较低啊 然后这个共鸣感还是比较低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呃你你认为未来再来一些大选你有怎样的一个期待吗 我我认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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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我们的M01的问题 美国司法界都已经在查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国家本身到底在做了什么呢 所以我认为民众还是在看这些东西 我的看法就是很多民众 在我们接触的时候 他说现在如果政府就是自罚单位 他们做不到东西 就只有等他们在投票的时候 就让那张票去说话出声吧 就让他们手上那张票去出声 是 其实同样也挺无奈的 我们也知道505大选的时候 其实总的得票率 在野党阵营多过了这个执政党阵营是吧 50.83这方面的一个票数 那么但是依然他获得了这个国会议席是89系 但是国阵反而得到了这个小的票数 获得的这个议席数是133一席 那么这个比分也会让很多选民有一些无奈 就是假如说下一次17届大选18届大选 即使我们都投票都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的话 依然可能改变不了现在的一个政治局势 对 就就就以我们泰亚像泰平我们这个城镇 小城镇嘛对吧 很多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 所以今天我就要借这个机会 就要吩咐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 希望他们不要把他们的选区改到现在工作的地点去 就必须要回来我们这些小镇 回来这些小镇投票 因为毕竟你看好像在不给民党在交赖 一个选区选民差不多是整百千 也是一席而已 在不抓加亚六千多选民就是一个席位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目前居住在还有家人在太平的 在巴格拉山的 在小镇的就是这样 我就要提醒他们就说 就算他们是在槟城做工 在北海做工 在雪州 在巴森谷 希望他们不要把他们的选区换去那边 他们继续回来小镇投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就是他们在哪里投票 他们假如是好像说纪吉隆坡的Sputé投票 他们的票根本没有帮助到 根本没有帮助到这个民族的进程 反而假如他们保留在太平的话 在巴格拉山的话 他们的票就会发挥很大的效用 明白 明白你这样的一个提议 这 其实这也是不耐之举啊 对对对 是 也希望广大的青年朋友们 能够听到一些这样子的声音 好 希望这个民族的 民族的道路 大家一起 一起风一同路 嗯 对 好 好 谢谢 谢谢外逼给我们这段分享 谢谢您 好 好 谢谢您 嗯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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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是我们刚才谈了大巴沙的问题 随后呢 又谈了一些我个人执政的一些问题 然后今天 其实可以纵观两个方面 可以看到 一个是我们的民生问题 还是需要解决 那么有一些政治课题的炒作呢 也是为了这个政治选举 多得一些政治的这个比分 或利益政治的力量 来支持某一个政党 但同时另外的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运作 其实民众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所关心最重要的 是自己身边的事 对吗 然后或者是自己能有一个 好的生活 好的生活品质 然后孩子呢 能够健康的上学 然后我们要求一个 也许要求一个好的教育 教育体制 那么我们有时间可以出国去旅游 那么自己的收入要好 每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那就关系到国家的经济成长率了 是吧 所以说其实你说 我们的执政党或反对党 上不上台 似乎不跟民众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但是民众所关心的 包括的经济问题 包括旅游问题 包括孩子上学问题 似乎跟这个谁执政不执政 没有个直接的这个联系性 但是民众现在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新 有部分民众有另一个心态 部分的民众有另外的一个心态呢 原因也许就是 这个执政集团 他们所做的一些事 也许会影响到自己切身的利益 那么执政集团 或者是他们所做的一些事 是不是自己亲自能够感受得到 跟影响了自己切身的利益了呢 它是通过另外的一个阵营 或者是另外一个政党 反映到自己的这个意识当中的 从而自己会产生这种意识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循环 但是我们社区那些事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和目的呢 就是能够体验或体达 民众最内心的需求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议员们 或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这些议员们 能够尽心的为我们民众做出应该去做的事情 但同时确实议员们 他们当有议员的职责 这方面 他也需要一个平衡 对吧 因为他首先他是政党 他代表政党利益 同时呢 他也许是行政议员 他有职责利益 那么同时他又为人民服务 他有这个 也是这个责任的 责任的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所以几个方面的 这个议员也是需要平衡的 所以这方面 就是也是需要我们去 合理的去看待的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明天呢 再给大家见面 拜拜